在慈祭的時候 我是一個是很含蓄 他沒有自信 那我進來慈祭之後 就是一直在改變自己 因為在這個道場裡面 讓我們可以發揮無限的良人 像我們以前還沒進來慈祭的時候 就是為家庭 為小孩子 就像我帶我孫子那六年當中 我剛開始我沒辦法適應 因為我那時候就把所有的功能都吃掉 全新的帶小孩子 帶孫子 那我那一段的時間真的是 就是例如說不是慈祭需要我們 是我們需要慈祭 那種感受 我是體會到那種感受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一個很平凡的家庭主婦 我從慈祭裡面增長智慧很多 從 因為你一般是你不可能去了解 了解說 我要看一些書做什麼 所以說我們這樣子就把所有的時間都填得很滿滿的 所以有的人都覺得很硬 很無聊 我從來沒有結合說我會無聊 我覺得時間不夠用 所以如果我沒有持續做的話 我那個時間空下來 我不曉得要做什麼 你就把那個時間細度觀音 你的生命一點價值都沒有